今天晚上能够在那么美丽的一个教会里面 跟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相亲父老 都能够恭喜你他 因为我来的时候才知道 原来我1990年第一次来 把这个释迦的福音还有婚姻的福音 像夏威夷的我们酷肉之亲来分享 那时候主要的华人都是广东人 所以那时候聚会我们开始推 这个都是用广东话 后来逐渐的慢慢的 广东人香港来的因为移民潮改变 那涌进来一大批从中国来的同胞 那这一次我来的话呢才发现 原来越来越多福亲的人 这个来到这个夏威夷 那我自己是福州人 所以跟福州人很亲切 所以海外遇到自己同乡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那这里也看见 这个世界在改变 没有一样事情是永远成存的 那我的心情也非常复杂 1990年来的时候 我身边站着我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女人 就是足军食物 但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这个脑瘤 已经患病了 那他最后人生16年都在这个脑瘤的折磨底下活过来 那五年前 三月 四月三十号 早上11点23分 然后被主借回天家 所以我的心情 我想到当天跟他一起牵着手 我们夫妻同心共骨 奔走这个婚姻的马拉松 那但是正如我刚刚说 圣经启示给我们 人间最美的爱情 婚姻 还有我们人生的理想梦想 即使你达到了 追求到了 但是有一天 还要跟对方说再见 那师母经过两次大手术 2003年的时候 他第一次开刀 是在Houston Medical Center那边 是全美 差不多最高档的一个医疗医院 他开刀是从耳朵旁边这个脑盖骨给他切开 一直切切切切到右边耳朵上面 然后把脑盖给他打开 把里面的肿瘤 能够拿走多少就拿走多少 然后再把它缝合 但是呢 它不是一种那种即兴的cancer cell 它只是一个tumor肿瘤 五年之后满脑也是重新在regrowth 所以第二次五年有再开刀 那一次之后呢 就美慌于笑 所以他中学的时候 是全校的美女 这个笑话 但是到他晚年的时候 他去世五年前是68 整个人看起来像中楼怪 为什么 左眼吐出来 右眼瞎掉了 左耳浓掉 右耳又逐渐地慢慢地浓掉 鼻子没有办法闻到味道 多少 然后因为肿瘤的压迫 我整个脸都歪掉 讲话吃饭会流口水 那那些镜头还历历在目 虽然我们有44年非常恩爱的夫妻的生活 那他也尽力我们两个人始终牵着手 跑在了爱情婚姻的马拉手 但是有一天时间到了 他就要say goodbye 好在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认识了 宇宙的主宰那位 创造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分手的时候 不是哀哀哭哭地走 而是欢欢喜喜地送别 特别师母因为有耶稣基督在他心中 有个永恒的盼望 他清楚知道 世界上面最美的婚姻家庭 有一天都会过去 但是有一个荣耀的天降 所以呢 他知道自己快要离开人世的时候跟我说 他说一般人离开人世 其实基督徒来说 都有一个安息礼拜 观众等这个追导会 他说 如果你要替我办的 不要叫追导会 要叫什么呢 回家庆典 homecoming celebration 他跟我说 就像一个寄书的学生 一整年住在学校 很少看见父母 好 现在终于放假了 我可以回到真正的家 去跟天父 拥抱 耶稣在那边等我 所以他要求我说什么 告诉那些要来送别的 这些嘉心人或者弟兄姐妹 基督徒 摸准 不要穿黑戴白 我们通常这个 商事礼拜 追寺礼拜 都是黑白 因为心情沉重 碎癌的人种 他说把最漂亮的衣服穿过 因为你们是欢送我回家 我好久没有看见天上的爸爸 所以呢 他的欢送会 在香港其中一个 这个上千人的教会 坐满了 我在台上 虽然心情很霜动 一看 哇 这个红色 紫色 蓝色 绿色 一遍花海 这些姐妹 都把最漂亮的衣服带来 竹岭的牧师 她说她从来没有看过 追寺礼拜 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师母会有这个看法呢 她一生在那边 在跑这个婚姻家庭的妈妈说 她尽了她的最大的力量 面对人生最痛苦的 是个老朋友的疾病 但是她蛮有喜乐 那所以今天晚上你来了 我订了这个题目 也希望在座的每一个 不管是群内 还没有真正认识耶稣的 我爸爸你来的时候 可能一天工作劳累 但是你走的时候 或者你背负重担 但你走的时候 你带着笑容 像师母一样 因为你找到耶稣基督 那个永不改变的妈 所以婚姻什么呢 婚姻有人说就像一座城 外面的人拼命想通进去 里面的人拼命想逃出来 因为进了城才发现 原来不是我想象中那么美 这里一定也有一些单身的 姐妹啊 弟兄啊 你在婚姻门外已经等了好久 如果你是基督徒都在问神啊 你给我的那个 那位在哪里 众你寻他先摆的我 好像都找不到 都在梦想 我要找一个白马王子 但请你注意喔 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 可能是唐真喔 结了婚才知道 诶 怎么不对版的呢 所以呢 今天你来队 如果你梦寐以求 一生你们追逐 就是一个爱你的白马王子 或者一个很温柔体恤 脸脸的 这样子的美女呢 你把她取回家 就是我一生满足了 我告诉你 除非你先找到耶稣基督 不然的话 人间的爱情 如烟如云如梦 所以一开始呢 我先跟大家这个 听一首 这个 蔡琴小姐唱的歌 只是简单 只是简单 这里有多少人是 蔡琴小姐的 这个粉丝的 哦 不少 对对对 我听了大概二三十年 是一代歌后 她有一首叫做 这个《情是什么》 OK 我们来听一下 简短的 因为我自己 在台湾大学 我是念文学的 所以呢 我的兴趣呢 年轻的时候 喜欢看《武侠小福》 所以这些呢 可能都变成我生命的一部分 那对于这些流行歌曲 我不会沉迷 但是歌者通常是能够把这一代人的 他们生命 心中的对爱情的渴慕 呐喊 把它吟唱出来 把我们的心给它显示出来 所以听的时候 你注意一下 那情是什么 那情是什么 街前雨 是我昨夜枕半的泪 断肠红 是我心头相知的水 昨夜梦魂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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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相似的底线 昨夜落 温暮雨天 不停要强碎 我们如风 风散尽 轻寻避在南巡追 啊 这是什么 嗚嗚国平安的怨czy 要自然间回忆 啊,情是什么,来世也苦,去世也苦,去家人归归 啊,情是什么,无端的来,又无端的去,总在人间徘徊 啊,情是什么,来世也苦,去世也苦,却又叫人归归 但是每一个人,梦寐以求的,就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没有条件的,来接纳我,爱我,这样子的一个人 那这首歌是一代歌后蔡琴小姐,哀怨吟唱,也被传送二三十年的一个流行歌曲 唯唯道出这个历史历代多少人心中的那爱,啊,情是什么,爱是什么 真爱真的找得到吗 那熟悉蔡琴小姐的人就知道 虽然她一代歌后漂亮,这个信仁被人崇拜 她多少的全世界华人当中的,有多少的粉丝 但是她在爱情上面,自己经历了一个追星赤舞破裂的 大家都知道,她的先生是台湾名导演,杨德昌 也是一个英俊很有才华的人 当初结婚的时候,多少人羡慕,郎才女貌 结果结婚十几年以后发现,杨德昌外面有女人 此可忍,此无可忍 所以那是一个追星的痛苦 每一个人都羡慕觉得好美的一对 但是人间的爱情能够支持我们一直讨玩 是一个爱情马拉松吗 但是感谢神,如果现在你去YouTube的时候呢 你在找蔡琴她唱的歌 她现在变成一个福音歌手 因为她在人间找不到真正的爱 她终于转向这位造她的天地的主持 也是爱她爱到一个地步 在她在人间被人唾弃最爱的人 让她梦醒心碎的时候 天父把她唯一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 带进她的生命里面 从此以后,她不再悲伤 她不再指示精进的在人间寻找真爱 因为她尝到耶稣基督的爱 所以许多人会问 这世间真的有永远不改变 没有条件的爱 这里有多少人是从香港来的去向上 OK,也不少 可能这个四分之一吧 香港人面对九七的时候 曾经喊出一句话 就是 不在乎天常地主 只在乎曾经拥有 因为很明白知道 人间没有不改变的东西 所以也看过 也知道 末世 今朝有酒今朝睡 这种的心态 那刚刚我也说过 很多单身的在婚姻门外排队 希望找到一个白马王子 但是进去的人 只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 其实我是拼命想逃城 这个 我这次来前两天 我找了一份报纸 我想看一下本地有没有一些什么 最大的新闻 这个你们前两天大概有看 在中国离婚跟结婚的比例 我没有想到 现在高居地位的是黑龙江 黑龙江省 离婚 结婚一百个人里面 有百分之六十三 就是六十三对 一百对里面会有六十三对分手 过去都是一线大城市 北京 上海 广州 现在那几个城市已经推到雾面了 第五 第六 所以呢 2018年 资料显示 全国结婚登记的人数 有一千零十万八千对 一千万对 但是离婚的登记人数呢 有三百八十万对 所以这个我们看见 爱情 婚姻 虽然我们梦寐以求 能够同心牵手跑到终点 不多 那个比例十分 所以黑龙江省是百分之六十三 但这里也提到呢 吉林 这个 还有这个 辽宁省 上海 北京 上海的这个是百分之四十九 北京是百分之四十八 反正西方国家要追求的东西呢 现在中国人都迎头赶上 西方人追求物质主义享受 现在我们这个飘洋过海 把我们的一生投资在这个美丽的土地 但是来了以后你真的开心吗 你的婚姻真的美满吗 每天忙碌的为了赚钱赚钱赚钱 圣经有一句话说 人若得到全世界 失去自己的生命有什么依处呢 人还能够拿什么来换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生命 那我一辈子做婚姻家庭辅导的 我把那个稍微改一下 人若得到 或者说你若得到全世界 却失去你的丈夫 你的妻子 你的孩子 对你有什么依处呢 你还能够拿什么来换去 所以明天我们有一整天的给弟兄们的男人铁汉开了一个讲座 因为铁汉就像铁一样 所以没有什么感觉 结果却喜欢找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没想到女孩子是专门谈感觉的 虽然结了婚以后才觉得 我怎么会嫁给一个木头先生 Mr.Wood 信也改了 那这个中间是有窍门 我们要去学的 我们从来没有修过任何一个婚姻家庭的课程 怎么做丈夫 怎么做妻子 怎么做爸爸 怎么做妈妈 没有人教 我们以为传道桥头自然之 真的那么简单吗 才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因此呢 几年以前有个朋友传给我一篇有关男女婚前婚后的打油词 我念想希望呢 你也能够会心的微笑 看一下这是不是你所认识的 这里先看男人的婚前跟婚后 注意听喔 这个做女人的就开始唱了 她说婚前逛街一起去 婚后叫我自己去 看见了吗 婚后非常好记忆 婚前非常好记忆 婚后我的生日也忘记 婚前对我很疼心 婚后拳打右脚踢 婚前肩棒借我一 可以靠 婚后爱你又不如你 东离西有多远 我爸爸你离我也有多远 婚前说我不介意 婚后吵架常提起 婚前搂我上楼梯 婚后自己先上去 婚前花钱没关系 婚后跟我算利息 婚前凡事讲道理 婚后却不可领域 刚刚笑得那么开心的姐妹们 会不会正是一言中的 你说我的老公有点笑 那怎么办呢 今天你来对了 还有未来那两三天 你更加要来 礼拜天早上午 我会有一个主日的信息 特别是从圣经来看 我们怎么去经营我们的婚姻 让它更美 所以那个题目叫做 心法跟建法 那是武侠想说的一些概念 那很多人呢 夫妻相处呢 很懂得 兵法 刀法 剑法 拳法 这个两夫妻 每一天就是从 这个竞赛开始 家里的哭声震天 血流成河 但是又舍不得 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有一年呢 我坐车子经过南加州 这个Los Angeles 你知道美国这个商人很厉害 在路边高高的都放了一些 Billboard 广告版 那很多都用女人的这个 这个身体来吸引人注意 但是那个呢 我一看怎么没有女人呢 很简单两句话 就是字简单很大的 Life is short 然后下面就是 Let's get divorced 生命不短 赶快离婚 然后底下有一个 律师楼的电话号 一起吧 是很懂得这个心理这个作用 所以很多人如果用美国的离婚数字呢 那就是两对结婚之后 有一对要分手 所以你看见 马拉松 你都不要说这个多少慢 可能 跑半米你就已经说算了 离我而去吧 另外就再找一个坏人 另外就再找一个坏人 律师的行业那么赚钱 因为人对爱情没有把握 也不懂得怎么经营一个 在中国生活节目 好了来到这边拼命赚钱 希望我们能够为我们的人生下半场 退休以后或者为孩子们存留一些物质的东西 那个真的有用吗 你来这边过不几年 夫妻一起做生意 炒得天翻地覆 最后分家 财产一半可能就是给律师 要对驳功夫 所以爱情情是什么 真爱和处心 所以我刚刚提到男人 婚前婚后 那这个打游师呢 也很公平 他也要为男人出一口气 替他们心中的困惑说一下 所以这里提到 女人婚前跟婚后有没有差别 也很厉害 这里说 婚前温柔是白兔 她温柔多了 婚后凶暴是老虎 家里的竟然变成动物园了 婚前十场顺我意 婚后随时发脾气 婚前万事好商量 婚后霸道不像样 那这里也一定不少女强人 那后天礼拜天下午我要特别跟姐妹分享的是神国木兰 那里我们一起来谈谈 女人的真正能够拿到男人的心 按照圣经那位创造者的那个方法 你可以一生得到你教父的心 这里呢还继续说 女人婚前婚后 婚前身材一级棒 婚后体重超的棒 结果婚前像一个什么 瓶装的Coca Cola 婚后的Can't Coke 有来中间吐出来 所以弟兄们不要 不要怪太太 因为她今日成为何等样的人 都是女手造成的 对不对 你怪谁 有没有好好的保养 调教帮忙 让自己心爱的妻子 有爱情的滋润 我们都忘了 OK 那 婚前举止 让人在 非常优雅的风度 婚后谈吐 变了痒 只有玛德纳讲出口 婚前又我抱上床 哎呀 还会这样子 婚后踢我睡地上 婚前煮饭又煲汤 婚后逼我吃便当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婚前优点数不完 婚后缺点一篓筐 OK 婚姻马拉松 能够很开心的牵手一起爬完吗 才不简单 北龙江十对结婚 六十三对分手 上海北京这些一线城市 一半 赶迎头赶上 所以呢 也因为人生苦短了 真爱难试 所以很多人都在那边 在那边寻求说 怎么样能够翻转改变我们的婚姻家庭 那台湾也是一样 时间的关系我不听 台湾2011年的时候 平均每十分钟就有一对离婚 离婚率 就是八年以前是亚洲第一位 现在好一点点 但是也在前面 还有2011年全年 虐待儿童的个案 高达一万七千六百六十几栋 专家辅导分析以后 大部分 是跟这些孩子的 这些父母的关系 破裂有关系 香港也是一样 那我不谈 那为什么 人的婚姻家庭 我们以为一向背景扎根 这个物质 丰富的美国 我们下半生 就不再担忧了 有把握 但是可能你连最基本的配偶 你都抓不住 婚姻节节拜托 虽然这里的统计数字我不提了 好 我们来回到最重要的 那究竟问题发生在哪里 为什么 人间的爱不长久 婚前婚后那么多变化 原因就是 我们没有按照设计我们的这位神的方法 来经营我们的婚姻家庭 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个人的意愿 我们所认为有 有把握的方法 来彼此相处 所以这里呢 回到我们今天晚上的重点 因为婚姻是神创造的 所以你一定要用神的方法 来维持 然后才能够享受 这里有没有人没有手机 我看很少 今天手机呢 是我们的主 是我们的王 是控制我们 一天大部分时间的 那每个人都懂得用手机 我问你一下 你就算买了一部最高端的 目前可能也是最贵 Apple 苹果 10 或Apple XRX 香港好像 这个 不得了买一部 好 那么漂亮的设计 请问你一下 你如果不按照说明书来充电 它一定告诉你 使用之前 要把手机插上电源 安静 六个小时 八个小时 灯亮也可以用 Fully Trump 但是很多人呢 婚姻家庭就是神设计 神设计的Apple 你不按照那个方法 所以你想爱 但是你不充电 不跟神连接 那你怎么按都是黑暗里面 两部没电的手机 都在喊说 给我光啊 给我美妙的音乐 没有用的 两个都哑巴 在黑暗里面 根本没有光 没有爱 所以这一点呢 第一点就谈到 为什么我们的婚姻 没有办法一生一世 因为我们离弃了 这一位创造王的神 离开了这个爱跟 这个持久的彼此的携纳 所以圣经的这句话非常重要 也领出第二章 第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念一遍 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 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 为自己遭出池子 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就是两件事情 你的手机不充电 离开电源 你撑不走 马拉松没有办法 跑到中间 就是那么简单 那有人说 一定要照神的方法吗 买了Apple 我非要插电源吗 我把它放在烤箱里面 给它 这个烤一下 让它来电 请你注意 可能会暴躁 命都没有 因为你不照它的方法 充电的唯一的办法 圣经说 没有人能够不借着耶稣基督 能够回到天父的命去 所以今天晚上在这里 一定有些悟到的朋友 你忙忙碌碌 为了自己一家人 在那边打工一份不够 两份还闲的赚的不够 拼命拼吧 多少中年人 三高心脏病 四五十岁就倒下来 原来你来到美国 就是要这样摔下去 然后一辈子爬不起来 你赚了全世界有什么好处 孩子整天看不到你 跟坏的这些朋友叫上 吸毒帮胎 婚前性关系乱搞 你以为把孩子带到这边 就能够保证家和万事性吗 我们做婚姻家庭辅导 看见太多这些青少年吸毒啊 还有帮派啊 赌博啊等等这些 好可怜啊 那这些都是我们的 中国的同胞 但是没有人去想 到最后发生事情 那我就想到 那我就想到 几年前我到澳洲去的聚会 Melbourne 我也是喜欢 当地我就拿一份报警看 哇 第一个头条的 华人社区的大声音 一个五十二岁的寡母 把儿子养育成人 在国内的时候是寡母独子 两个人相依为名 孩子是在北大还是清华 一流的 然后也成功的流洋出国 在澳洲进入Melbourne的 也是最高等的学府 拿了博士超博士 然后在学校教书做研究 然后结果娶了一个 二十二岁在研究所念硕士的 一个在本地土生土长的 中国女孩子 那五十二岁的妈妈 这个婆婆觉得 我一辈子辛苦 现在是我可以安详晚年的时候 结果来到澳洲才发现 这个小狐狸精 把我唯一的儿子都抢去 极幼稚 她心里面是期待 这个年轻的女孩子 有家教 懂得孝顺父母 每天早上 看见我出来 都要逼宫逼近 这个打招呼 然后倒茶 然后只要我跟她说 哎呀这个杯很酸痛 马上走过来 给她捶背 你别梦想了 在美国有这样子的劲 都忙着赚钱啊 上班啊 然后呢 又发现儿子的心 跑到 这个小狐狸精的身上 所以两个人呢整天吵 那夹在中间 唯一的儿子 唯一的丈夫呢 也没来 没有来教会 也不认识神 然后也没有来 像今天晚上的主 也没有去 明天一天的生瓜好玩 所以她不懂得处理 左边是唯一的妈妈 右边是唯一的妻子 怎么办 不要吵好不好 所以她唯一的办法就是逃避 整天往大学的实验室 她的办公室吧 甚至要两个女人呢 目怒凶亡 呼共戴天的主人 老人家想一下我寡母养育 一生结果 这个儿子竟然被她 那么轻易的 所以她说我一定 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她预备了一个锤子 Hammer 所以有一天两个人一躺 请你注意 这个小媳妇呢 肚子里面已经有了三个月 他们成家是张家的 唯一敌传的儿子在肚子 那天一躺 这个媳妇一转身 她抽屉里面拿了 对着她的后脑去 就敲下去 一敲你知道脑袋很碎 倒在地上 边地红的白的这个脑僵 好 报警警察来调查 然后才发现 这个老人家其实不老 我七十五岁 那她其实很年轻 她有很多这个前途 但是不懂得怎么跑马拉松 因为全家跟神 这个活水全面拖了钱 所以警察调查 她才承认 我不是敲了一项 我敲了三十三项 她也不是 这个是报纸的新闻 这些悲剧天天 你转的全世界 家破人落 因为你不懂得 回归全原 你没有那份案 你不懂得怎么去 所以最后的背叛是什么 一丝两命 撒勒 那被判无奇徒刑 这个一生的希望放在孩子 以为移民到了 美国、澳洲、英国、加拿大 那下半场无忧 谁告诉我 魔鬼像狗叫的十字 他专门要做破坏的 这个家庭的工作 现在剩下 那个名成立旧的 这个儿子 没了妈 也没了妻子 孩子也死掉 这个是同归于尽的部分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这里圣经说的很重要 离开真神 这是祸根 为什么 因为你寻找真爱 渴求活水 如果你离弃了这个Spring 是有活泉 就是神自己 你注定会干渴而死 你跟我都是破裂 我们的生命 因为罪 因为人的自我中心 是不能够存水 又没水 但是你干渴 所以我只有干死 所以这是神说的第一部分 第二个呢 这里说 为自己 第一个就是离弃神 你们离开了我 第二个是为自己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我们中国不是有一句话 所以婚前呢 可能很相爱 什么都答应 到了后来的 就不是 有一个年轻人 追求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然后有一天去 去看未来的这个 这个father-in-law 我妈这个婴儿 跪在他们两个 老人家面前说 请你把女儿讲给我 我发誓 我一生一世爱她 并且爱得比你们更多 请你把女儿给我 让人家很难得 有那么痴情的 一个男孩子 看外表样 也是帅哥 然后 这个职业啊 收入都不错 好吧 我就成全了 没想到 结婚大概六个月 九个月 有一天她就写了 那时候 发了一email 给她的这个岳父 她说岳父 亲爱的岳父 我当初会在你面前 真的我很爱你的 但是呢 结婚这半年 我爸发现 他原来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子的 可能就是刚刚说 婚前温柔是白兔啊 婚后胸抱是老虎啊 娶了一个虎妈 没什么这些 所以她说 很对不起 我爱不下去 请你收回去 那这个岳父呢 她是很成功的商人 是专门开罐头 她的罐头 全世界都有 这个岳父很快 就回她一个 email 她说 亲爱的女婿 买了罐头回家 打开以后 是不可以退货的 所以说 夫妻享受啊 婚姻相爱啊 到白头 天方夜谭 你手机不充电 不插上去 你哪里有爱 你都是为自己啊 当初因为你青春美貌 另外一对年轻的夫妇 新婚不久 他们是 是来这个 黄奴鲁 会去基金比特 哪一个 Hilton 公司还是 女心急的酒店 相爱的不得了 结果第二天 那个新婚太太醒过来 哎呀 新郎跑到哪里去 留了一张纸条 也是说祸不对版 原来当初看见你身材那么好 新婚立业 宽衣结代 失落面对 发现凸出来的 挖下去的 挖下去的 凸出来 全部都是假东西嘛 你骗我嘛 那我称坏的 退货 也是一样 人间的爱情 你如果不连接在这个爱的神上面 我告诉你 称不久的 所以今天还能够牵着手走进来 不过不多了 我看走进来 老夫老妻 反而那些愁眉苦脸的 当婚都是结了婚的 在婚姻城外的 还没那么苦 对不对 因为你跟人家说 哎呀 早知当初苦死了 那些在婚姻城外说 我们等了多少年 你都已经有了 还在那边讲风凉话 不是风凉话 那是真心话 是真的很懂 那是不是要照LA的那个广告版那些 婚姻苦短 人生苦短 赶快离婚 是不是就解决你的问题呢 不是 越患越糟糕 除非你自己这个手机 连接在这个电源 只有神的爱能够满足你 也唯有当你 神的爱充满你 你可以去爱一个 跟你以前的婚前 完全不一样的人 所以没有别的办法 所以婚姻的目的 不是找一个 所以刚刚 我们这个看到 第一个 你离开真神 你找不到 第二个 两夫妻不单止是一个人 两个人一起连于电源的话 就是灯能够亮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一个信 一个不信 还是很多问题 因为价值观念不一样 人生的目标不一样 OK 所以第二点呢 人不畏解了天诸地年 Self-maximizer 但是神设计婚姻的目的 不仅仅是给我们幸福快乐美满 祂还有另外的目的 是要帮助我们 因为连于神 承认我们自己没电 我们在黑暗里面 我是一个自我中心有罪的人 神啊 求祢赦明我 祢爱我 为我舍命 那今天我明白了 我愿临见祢进入我的生命里面 做我的主 那生命有一个新的开始 不再为自己 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OK 诶 怎么不动 OK 好 所以婚姻的目的不是 寻找快乐 幸福 而是喜乐 喜乐是从里面出来的 不是看外面 然后做一个不是为自己的人 而是祝福别人的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OK 所以呢 是一个利益 如果你用世人的眼光 就是对我有好处利我呢 但是真正幸福明满的家庭 是两个愿意利他的人 愿意彼此相爱 靠在耶稣基督 所以教会呢 是一个很大的 是神的爱跟能力的一个 recerable 一个 一个水库 所以呢 一个人信了耶稣 你一定不能脱离教会 所以这里你自己干掉了 回到教会 教会跟神连接 那就像充电宝 祂可以随时 你一定 来到教会 请敬主 聆听牧者的教导 祂是用神的话语 不是用人的智慧 利用暗号 利用机会 能够胜过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离弃 背弃蒙约 不做一个守约的人 婚礼上面 你都应该很熟悉啊 如果结了婚的人 牧师一定问 讲完一些简短的 什么彼此讲 他一生一世 然后就 问他们 你愿意 你愿意吗 问那个信仰 Yes I do 然后问那个信仰 你呢 I do 结果他们这个I do 就是I do我的 你度你的 我愿意就是一生一世 所以结婚呢 钱就分得很结束了 两个人互货 万一离婚呢 有丈母在这里 不会吃亏 你还没结婚 开始就在想提婚做准备 怎么不会 这个分手呢 所以人间的方法都是为自己打算 求主帮助我们 你那个I do的意思呢 我愿意就是一生一世 师母两次开刀 第二次开刀 我们整个人摔倒 所以我向机构申请了 九个月的 这个 这样 全心全意 看过师母 那时候我们全家知道妈妈可能在世 岁月不长久 孩子们也请了假 我们在医院附近租了一个旁门 我们四个人 我有三个孩子 四个人 每天去医院看 那有一天呢 我们单独我跟两个儿子这个 两次不同的时间聊天 吃饭 两个人就问同一个问题 那时候爸爸妈妈现在 病得那么重 样子那么 难看 你还爱她吗 你会不会跟她离婚 我很严肃地跟她说 孩子 你认识你的爸爸 我们在神面前立下的缘 我一定会守住 除非死亡 把我跟妳妈妈分开 结果孩子们很清楚记得这些 所以你要守一个盟约 现在人的问题就讲话不守信用 然后很快 所以散婚就带来散离 有一次我看中国的报道 早上两个人登记结婚 下午就决定分手 有这样子的婚姻 报章七载 所以人间的婚姻靠自己的力量 你这个爱不可能天长地主 所以因此呢 合约跟盟约不一样 合约就是 You do yours 你promise 你做了 你答应的 然后我才做完 我答应你 但是那盟约呢 Covity 是向神对我们的爱 以色列啊 我以永远的爱来爱 那这种爱 才能够天长地长 这个婚姻的马拉松 我们才能够跑到 松点站 耶利比书31章13节 就是神对以色列人 祂所爱的这个民族 我以永远的爱爱 因此我以慈爱 吸引 也唯有连接在神的爱上 我们才有把握 能够真正的一生一世 所以 第一个 我快要结束了 你一定要回归真神 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 我这大部分从中国出来的 因为长期我们受的教育 灌输的理念 无神论 是一个维护论 那就人间就没有什么标准 我喜欢怎么干 我就怎么做 我答应的 我可以不守约 然后我爱你 Yes 以前爱你 现在你讨厌 我不爱你 所以回归真神 我们知道有一天 是一个宇宙的主宰 祂要问我们 你这一生 有没有按照我的 创造婚姻家庭的原则 来批持相爱 你没做到 那你要面临一个永恒的审判 那才被爱 所以两个电池没电 你一定要充电 第二 不要再专注在自己个人的好处 愿意笑话耶稣 先去爱不可爱 然后用爱把它挽回过来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的事 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向我们向上 所以第三 重新在神面前立愿 那我们举办的恩爱福福音 很多夫妻来的时候一个信一个不信两个都信 所以今天坐在这里 如果你信了主你的配方 鼓励他一起来 那个不信的时候也好 我愿意听一下基督教究竟有一些什么教导 婚姻家庭的这些原则 有这个态度的你的婚姻一定可以有一个转集 所以我们感谢我们这个明天有神国好爱 后天有神国木兰 来的人有福良 不要整天为了事业专集 得到全世界失去婚姻没什么好处 OK 真正的爱是学我保留 永不厌腿 无怨无怨 那这种爱不单止我们自己能够一生一世 也能够影响我们的孩子 好 我们最后一首歌 一首歌 离到爱不离不齐 好 上面 我们一起祈祢 用这首诗歌 作为我们今天结束的节目 让我们一起祈祢 让我们一起祈祢 马拉松要祈祢 一生一世 祈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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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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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爱就是努力不尽 适合将我满腰 你的永远纪念 与我所义的学 是我你宗人的恩典 我曾经渴望过一个永远纪念的爱 人世间的爱如是爱 但我们的神 他却是因为守约四次爱的神 没有一个永远 他愿意担当 没有一个重担 他愿意担当 谁有一个永远 就是愿意担当 谁有一个重担 他愿意担当 他的爱就是不愿意担当 他爱你 守约五道 好 身体稍微小一点 我们低头挡挡 让背景继续有这首诗歌 主耶稣 我们赞领你 主祢认识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飘洋过海 我们希望能够安生利益 能够为我们的下半辈子 打好基业 以至于孩子们也能够 我们自己可以安享天 孩子们也有一个 可以一生依靠的 留下给他们的祝福 就在是在忙碌的 这个效应的生活 每一天包括周末 从早上爬起来 就劳苦叹息 我们都没有时间 去爱那个当初 我们好像明珠宝贝的 我们的配偶 去尊敬当初我们 养育的我们的先生 也没有时间去关心我们的爱情 主啊 求祢怜悯我 原来人世间最美丽的爱情 都会过去 唯有祢自己施加的爱情 是没有条件的 是我们不可爱 我们改变了 我们背叛祢 但是祢没有放弃我们 主 今天晚上谢谢祢希望我们 这里一定有一些 悟到的朋友 也将会生活忙碌 都没有时间去想 永恒 祢的家在哪里 今生今世 祢的力量 爱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我们愿意谈真的 来到主的面前 说主啊 祢知道 祢创造的这部手机 根本就没有跟店员连接上 外面看起来多美 多英俊 多能干 多有才华 钱也赚的不少 心灵却是空虚的 每天拖着疲惫的身心回家 已经不想再跟配偶说 why 我们都忘了 主啊 求祢怜悯我们 我们为自己活 我们自己强求对方 要先改变 我们才能够爱下去 主 我们都是不配的罪人 但却是祢所爱的人 今天我们明白 谢谢祢留下圣经 给我们这个充满爱的教诲 主帮助我们 有没有当我们孤单疲乏 觉得前路茫茫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到祢的面前 我们可以来到神的家 我们在那边可以休息 然后隐于活水的泉源 我们不再看一个 谢谢祢神的话语 祢留下圣经跟我们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祢是信实的手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祢要重新欢迎我们这一批浪子浪 从头祢的怀抱 说主啊我们愿意打开心门来接受 有没有朋友 今天晚上 其实你身心疲乏 你心灵孤单 你好像都有了 却不开心 耶稣在等你 所以你要做就打开心门 说主啊 我是一个为自己活的人 我不懂得去爱 我的孩子 孝顺我的父母 疼我的妻子 尊敬我的丈夫 那今天我打开心门 求你进来 洗干净我的罪 做我的神 也做我的主 我愿意一生交给你 帮助我们夫妻 是一个爱情马拉松 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 牵手一世紧 道拜托 有这样子的朋友 你可以举一下手 让我知道你在哪里 我要为你祷告主 有没有 机会难得喔 这个不需要你付什么代价 就是一个愿意的心 耶稣爱你 宝贝喔 比你的丈夫 比你的妻子 更可爱 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 把握机会 感谢主 我看见 Yes 你们牵着手 是不是两个都愿意 OK 没关系 还有吗 Yes 开心 开心喔 我看见有人 终于找到耶稣 没有比那个更 更让我喜乐 还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 就是愿意的话 说主啊 我在这里 我愿意 连接在祢的爱的店员 在那里一生一世 成为我的祝福力量 还有吗 把手继续讲 我不想拖大家的时间 抓住机会 这是极其美好的 还有吗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 今天是这个机会 耶稣爱你 比你世界任何一个 你最爱的人 还明白你 祂要爱你 我再问一次 还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 你来的时候是 心灵背负重担 当你举起的时候 打开的心门 让你也收紧 连接上出去的时候 你是一个心脏的人 你找到店员 找到爱的源头 神要祝福你的回应家庭 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 把手继续讲 感谢主 耶稣爱你 感谢主 还有吗 还有吗 神爱你 不要放弃这个机会 这是白白的恩典 是神很早就为你预备 你可能来到 夏威夷 其实神在后面带你 就是今天晚上把你带到这里 给你机会听到 祂爱你的信心 你愿意 你就有个新的开心 耶稣爱你 还有吗 感谢主 我看见了 YES 恭喜你们 恭喜你们 还有吗 耶稣爱你 我还不愿意放弃 任何一个还没有接受 耶稣 举高一点 我知道你在哪里 我要为你祷告 求神祝福 改变你的生命 改变你夫妻的关系 改变你的回应 已经有四五位了 还有吗 耶稣爱你 真的 这个几十年间 五十多年间 我也曾经在这样的一个聚会 我流着眼泪说 我一生在追求真爱 但是找不到 今天我明白 原来我最不可爱的时候 你就爱上我 好 我问最后一次 我们要结束了 还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 把握机会 是比什么都宝贝 耶稣爱你 祂在等你 感谢主 我看见 六有一位 太美了 OK 好 当我们低头的时候 可不可以上面负责的同工 再播一下这首诗歌 那我们只是安静的听 如果你心中还在挣扎 我希望你默默的跟着祢祷告 然后呢 我要请刚刚举手的那些朋友 旁边如果有爱你的基督徒 不管是配偶或者亲友 那鼓励你们一起走到前面来 我要为祢祝福 为祢祷告 然后等一下教会也有一些 关心你的弟兄姐妹 陪你们 帮助你们 澄清些人心中 所以举手的 附近你带祂来的亲戚部门 就带祂一起来 感谢主 赞美主 请到前面 刚刚有举手的 不要觉得羞愧 是太高兴的一件事情 来一起 两个人 旁边如果一起来 感谢主 太美了 恭喜你 还有吗 我看见你刚刚举手 不止的 或者现在你觉得心中愿意 都可以出来 都可以出来 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宝贝了 因为这是一生永远的 在你的生命里面 成为你的力量 如果刚刚举手 我看见有人举手 但是没有出来的 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我们欢迎你 这是神的家教会 欢迎得着耶稣基督 或者刚刚没有举手 但是现在愿意的 也会出来 有没有 来 不要 不要觉得 不好意思 对了 可以一起出来 感谢你 对了 我刚刚看见你 阿里路亚 赞美主 还有吗 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这是最美的一件事情 你找到真爱 耶稣爱你 好 因为我答应 教会不要说太多 大家都累了 但这是欢喜快乐的一件事情 所以耶稣爱你 勇敢的接受你 比你追求接受爱情 因为这是永远的排队 因为这是永远的排队 好 还有吗 刚刚刚刚刚还有一点 好 没关系 那我会鼓励你 或者你今天没有办法 不敢做这个决定 明天后天还有聚会 欢迎你来 或者你个别回到家族 突然间 圣灵让神的话语 让你感动 你愿意 自己就祷告了 说主啊 我是一个罪人 我需要 我一定要从你那个 拿到一份爱 去爱我家里的人 我的朋友 OK 那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恩主 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是真神 你是活神 你是那一位 在我们最不可爱的时候 我们心里孤单 人生没有方向 我们找不到真爱的时候 你就爱上我 罪是我们犯的 但是你承担的罪的 这个惩罚死在十一家上 所以以至于 我们可以从头天父的怀抱 主耶稣我们敬拜祢 我们感谢祢 站在你前面的每一位 这一次第一次举手 打开心本 接受你的朋友 今天他们已经成为你的儿 愿你一生一世 祝福他们 叫他们不要停止聚会 然后要来教会 然后持续的追求 主为他们每一位 欢喜快乐 我们把荣耀归联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诞 阿们 请基督主 鼓掌欢迎他们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